根据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8日晚 特朗普正式签署了一项针对社交媒体的行政令 特朗普方面称 此举是为了捍卫美国的言论自由 此前特朗普发布了两条 质疑邮寄总统选举选票的推文 称邮寄选票会导致选举舞弊 结果推特平台将其标记为无确凿证据 在标签链接中 还援引了相关专家评论 反驳特朗普所说内容 特朗普对此事大为光火 怒斥推特干预总统选举 CNN29日报道提到 这份针对社交媒体的行政令称 在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言论自由的国家 不允许少数几个在线平台 来选择美国人可以访问并且传达的言论 还特别点名了推特 脸书等几大科技公司 指责推特选择性地将警告标签应用于某些推文 对于特朗普针对社交媒体下手 相关科技公司表示 这一提议将会破坏通讯规范法230条规定 损害互联网和数字经济 据悉这项行政命令 要求限制社交媒体的内容免责待遇 这意味着社交媒体 可能因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面临法律风险 而根据美国通讯规范法 社交媒体平台 不会因用户发布的内容被起诉 CNN报道称 美国相关的法律专家 都对该命令提出了严重关切 他们表示这可能违反宪法 民主党人士认为 特朗普根据自己的利益 来决定什么是合法的 试图窃取法院和国会的权利 以改写几十年的法律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表示 特朗普与推特的斗争 实际就是为了分散美国民众 对于疫情死亡人数的注意力 掩盖其防疫失败的事实 同时CNN在报道中也指出 特朗普其实认为 值得与推特进行斗争 这会向特朗普的支持者 传达了一个信息 即媒体中有强大的力量 在与他抗衡 而他才是支持者 唯一可以信任的声音 种种分析都可以看出 特朗普杠上推特 实在是另有图谋